高雄市华夏路有一棵路樹突然倒塌 旁邊停車隔停著百萬轎車 板金當場被壓到凹陷 而前面的擋風玻璃也被壓破 車主回來看到真的超級傻眼 那麼車主表示 它大約是中午12點左右停車 半個小時之後 就有民眾募集到路樹倒塌 砸在轎車上 那麼公務局表示 這棵路樹大約是兩個星期之前 才剛剛種下 加上可能有風吹過才會倒塌 那麼路樹都是會有危險性 那麼也有保險 因此後續會對車主來理賠